首先,例如说好了,我们重新开一个新的档案 那这个范例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关掉 重新开一个新的视觉画图表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去做什么事情呢 取得资料 更多里面这边是不是有一个线上服务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去选脸书连接 那第一次连接脸书他一定都会问连线到第三方服务 可是我想问一下王同学 请问一下早上我们不是做过连线到第三方 现在为什么又要再连另外一个 当然啦,早上我们连的是什么 GA嘛 现在我们连的是什么 Facebook 可以了解吗 是不一样的第三方 都是第三方 第一方是微软公司的炮币安 第二方是我们 可以吧 那现在是第三方 继续 好,所以在这个地方他是不是说 那脸书 脸书 然后使用者名称或物件识别吗 这边是不是看到me 然后me 我试过 我试过哦 我的使用者名称叫feature.sound 他不接受 好 那我又是什么叫使用者名称 就是我的那个 我是用中文名字来去使用我的脸书嘛 好 一样不接受 那什么叫物件识别吗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可是我用me me me的意思就是你登录的那个账号 那不就是T9.sound吗 所以这边我就不太了解 再来你看连接 可以连接什么 连接我的朋友 连接我 我按赞的地方 对不对 我可以连接我的贴文 可以哦 我是不是有跟你们讲 是不是可以找出来 有多少 有多少人来你的贴文按赞 是不是想要把这个资料调出来 那所以我就先选me 底下的贴文 然后确定 那有登录吗 还没有登录嘛 所以下一个动作就是在做登录 一定要登录 而且一登录之后 它就绑定 刚刚早上我们绑了GA 现在我们绑脸书 所以你的第三班会一直增加下去 好 例如说这边我就登录 他会不会搞错呢 不会 现在是登录 现在是登录 脸书 好 所以就直接点选登录 然后他说 这边 这边是不是就脸书 好 连接 他就开始帮我去抓 例如说等一下我可以给你看 2018年1月29号 然后那个22点47分 有看到吗 你必须要加8小时哦 因为这个时间 他是用那个格林卫斯标准时来去计算 因为世界性的软体嘛 合理吧 那我们不是在正8时区吗 所以你就把22点47分加8小时 那就是30小时 然后47分 也就是早上的几点 6点47分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这个意思哦 好 那接下来 这是我贴文的内容 这我想没问题 这是什么呢 ID 这个ID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ID当时应该是指我 可是前面都是我 后面 他就是随机去产生出来的 好 就是每一天后面都不一样就对了 这是 这是我观看到的结果 他在统计 这个贴文是谁的时候 他会先去抓这个ID 接下来这边是不是还有什么 object link 好 这是很重要的资讯 再来 story 所指的贴文 贴文里面会有什么 例如说 那个 你的心情啊 不是 应该是说 照片 照片 你可能会放一些其他有的没有的 讯息 好 例如说照片 例如说这边 我放了 add three new photos 就是我放了三张照片在这里 可以吗 好 或者打卡 我在哪里打卡 他这些全部都叫做story 然后接下来我就点再入 这个再入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 你就算一天贴一个新闻 五年大概只有贴1500篇贴文 1800篇左右的贴文 可以吗 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一个查询一 里面就会有这个建立的时间 建立的时间 然后IDID就ID我们不看好了 然后接下来是不是有message 就我贴什么贴文 全部都呈现在这边 然后 这都不用看了 好 然后请你们顺便去想一下 我把贴文抓出来了 那你可以分析什么行为 怎么分析小三 对吧 好 切门先动手先做到这个地方 请你们先把脸书资料叫出来